请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驾崩 这是一位毁育基于一身的皇帝 他勤于政务 但性格偏激 他雷厉风行 但刻薄管 他铲除异己 但励志清廉 他在位短短的十三年中 以自己特有的手段 扭转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上的颓势 把清王朝推向了空前的强盛 鉴于历代王朝的教训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为避免楚位之争的悲剧 雍正生前创立了著名的密诏立储制度 也就是生前不立太子 将立储的诏书 密藏于前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驾崩之后 当众开启 反正 一朝天子 一朝臣 皇上换了 故事自然也就多了 快点 快点 皇上 Lynd få 大型皇帝‽ 礼皇寺子 弘历 为皇太子 成祭大统 钦此 这位乾隆皇帝 无论施政方针 还是性格做派 和他的父亲 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后看来也确实如此 不过 当时能看出深浅的 恐怕不多 但天底下聪明人 总是有的 比如在康熙雍正两朝官场上 打滚多年的礼魏 这位原来不按牌里出牌的 小混混 已经变成了 玩世不恭的老顽童 对上一个相信自己 比天下的任何人 都聪明的少年天子 这君臣二人 注定要有些扯又扯不断 理又理不清的故事发生 有上欲 拙内阁拟址 复衡引济善纳钦 入军机处行走 倾此 上欲 河南巡抚田文静回乡养老 两江总督 敏浙总督 山东巡抚 安徽巡抚 再拟人选 由内阁军机处复役 倾此 等等 还有个直立总督 那可是个要趣 你怎么没提到 是不是给忘了 乔爷说的 咱天天跑来跑去传旨 还能给忘了 看来这个李卫 人缘混得还真是不错 此人大字不认一个 也就是遇到先帝 用人不居一格 可开缺的人里怎么没他 有可能 天知道 不要玩我的官帽 去 老爷 您这不是笔 老爷 您要写折子 还是叫满师爷来吧 词字怎么写 哪个词 唱词的词 词官的词 词官 你爹那些好东西怎么不往你身上传 一路歪斜的玩意儿你倒一样没少啊 拿绳子吊着让你寒窗苦毒 你都能想出这种偷懒的招数 我说老太太 你这是想干嘛 干嘛 我们家得有个念书的 我爹就一个字不认得 不照样当他的封疆大吏 他是当初遇见了四爷 那叫五大郎过门坎碰巧了 你能给你爹比吗 奶奶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他可是当今皇上 你在耍屁肌我等 老太太 老太太 我刚听刘宝说老爷要上词官折子了 什么 碰巧的都不干了 我还念什么念乃 你敢 老爷 满师爷来了 姐夫 你要上词官折子了 是否太急了 到现在为止 还没看到什么动静呢 对对对啊 会有的 如今的这位宝亲王 不不得改口 皇上 当今的这位新主子 在拥抵 我可算是看着他长大的 别人不知道 我可知道 在这个敬意 后来 是 rist 工内 尖 是 用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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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奉旨必见也算是另眼看待了 你以为我真的爱进这个门洞子 外甥的好几个都府都已经坏人了 就连田文静都下来了 那是为先帝立过大功的 妖子给我 沈忠伟一样 我看着办 这图标志得准确了 这是钦天司礼藩牵头 费时半年绘制的 还请了几个比较有经验的西洋人 还要再大卸才好 皇上是说这图不够大 我是说这大清的疆域 如今博士日趋顶上 若无开疆拓董之功 广乎四海之地 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禀皇上 李卫奉旨觐见 正唱大风歌 就来了江首之臣 李卫 他这种人也能开疆拓土 这李卫也算是先帝手下的能臣 也就是皇阿玛能用这样的人 不足以防 大字不识还说什么不学有术 朕从当初见他第一眼起 就看不惯他那一身混混气 让他进来 这 臣李卫恭请圣安 你也有把岁数了 起来说话吧 谢皇上恩典 自从你离开永迪 朕就没怎么再见到过你 是 皇上一直在玉卿宫里念书 我听说这些年你的官真不错 也办了很多时事 臣这也是瞎里拉末 朕一向是顾念老臣的 特别是像你这样伺候过两代主子的老人 臣心里可明镜似的 可是很多事情也由不得朕 是 你这个直立总督 怕是要动一动啊 臣已经 怎么 你已经知道了 先帝和你提起过 皇阿玛并重之时 专门对我说到了 大型皇帝说 在他身后 要朕对你降三级留用 现在看来 这也是遗诏了 你听明白了吗 好 你看 有什么合适的缺可补 好 历部昨天送了单子 顺天府定优回籍 哦 那是个从三品 正好是三级 你就先补上吧 谢皇上恩典 是 一照所在 不是朕想委屈你 臣干什么特行 顺天府乃天子教下 也是个要金所在 是 守善之躯 官多衙门多 别得罪太多的人 皇上指点 永定河经常改道 你可以先抓住河宫什么的 也算是为民造福 臣记住了 好 就这样 你归安吧 喳 这个暴君 居然就这么踏踏实实的死了 真是苍天无眼 人家的儿子继了位 被板上钉钉了 风光无限 此丑未报 心之何干 人都死了 又能怎么样 阎王不在 还有小鬼 反正我要见见些 上次你说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伸手怎么样 是个角色 可就是要价不费 家仇在身钱算个屁 这个拿去他们看了就知道 告诉他们这是定钱 什么 这没犯错 凭什么降三级 这不恶心人吗 得说道说道去 走 老太太您别去 你解释呢 去衙门里交割差事去了 怎么 他还真给什么吃什么 他那个词官折子呢 你不是给他写了一份吗 是写过一份 那好 来人呢 在 在 给我开中门 放炮 是 你要干什么 摆折子词官 这事我做主了 听见没有 缠炮碾子去 是 等一下 老太太 咱们有话慢慢说 我们说句自家人的话 这个实话 你可千万别添乱 什么叫添乱 这叫骨气 平白无故的降三级 干什么 诚心撮磨人 我这儿子也是越活越回去了 以前挺有血腥的 人家不喜欢死来着干什么 抵折子 不喝这壶了还不行 行 咱不喝了 来 你先进屋 来 你先坐 香满 这降三级流用是先帝的遗诏 那要怎么样 别看一个降三级流用 这里面不少玄机 我看不出来 先帝此举既是为了您的儿子 也是为了他的儿子 姐夫跟着先帝半差这么多年 那肯定得罪过不少人 来个连降三级 先可以躲过数大招风的麻烦 表面上看上去是无过受罚 其实这可是最好的保护 干脆不干就完了 别忘了 人家还有自己的儿子 皇上毕竟年轻 初登大位 水深水浅的谁也说不准 不留几个像姐夫这样老马食徒 能在浑水里蹚一蹚的老臣 真要有什么事 守望哪伸都不知道 还真让他想全了 这就是帝王心计 可不是你那点小心思 你都跟你姐夫说了 还用我说 姐夫当时就明白了 其实他们君臣之间真的是相知甚深 一马里了西凉将 你成什么疯 波兰的保定府是不行的 繁荣的顺天府是美好的 你给我听好了 老奶爷 你爹不是玩儿去的 你要是瞎捅篹子 你爹揍你 不够别找我 得令 吱吱吱吱吱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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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 谢谢 谢谢 过来看看这个 真好看 这位爷 您看灯了 我说少爷 你怎么又一个人跑出来了 让我找到好辛苦 今天鱼篮团结巴放脸盒灯有啥 老爷有话 不让您一个人出来瞎晃 我爹不是没在吗 不是 那也没走多远 视察河宫就在永灵河边上 说回来不就回来了 反正今天晚上他们回来了 就万事大吉了 不是 要一对啊 你就别一对了 求求你 咱们往回走了 既来之责啊 待会儿我请你喝茶好了 我现在要去超度亡魂了 你还是先超度超度我吧 我佛慈悲 好漂亮的河灯啊 嗯 我还是想过一个大吉他 你还是想不孵解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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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我现在也不孵解祭了 那你还是想不孵解祭了 你怎么来迟 过节 人多走不动 几日不见令爱出落的那句话怎么说 沉鱼落雁 行了 你没有莫说别拽闻了 以前见过 叫什么 忘了 好像在宗人府馆行御的 不过好久没见了 那时候雍正爷还在 拿着拿着 我进去看看 少爷 没给钱就想拿着 不要了 还你 真是的 正爷 正爷 您几位 你知道这个 什么 哪儿的景致好一些 这一间 和尚的夜景一览无余 来 请坐 坐 什么时候动手 不着急 等他们凑齐了再说 线报可靠吗 应该可靠 这地方人太多了吧 人多有人多的好处 难得一句 是啊 自从退职归阳也就大了 喂 干嘛 是他 是他 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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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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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呀 姑娘 那边坐下听吧 怎么那么笨呢 不输了吗 来来来 多吃点啊 这个还未能吃菜 你叫海诚 是 是在下 服啊 对这号就行 还要是缺人在我这儿有多少 要钱还用问名字吗 已经是误会了 没有误会 你是哪路英雄 给你们抄的 还有没有活口 都死光了 一个都没有 好 好 走 好 你 不好 姑娘 姑娘你没事吧 姑娘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哎呀 杀人了 杀人了 快走 哎呀 他没死啊 还有其余的 这地方留不得 哎呀 不能见死不救啊 哎呀 少爷 快想办法 那么好杀手还在附近呢 哎呀 那我们先找个地方安置一下 不能让别人看见啊 哎呀 算我怕了你了 快快快快 快把他走 快呀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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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顺天府的 你是在旁边找见房 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他 巡街的来了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 杀人了 就是他 就是他 对就是他 这人就有血 在场嫌犯鱼里拿下 我冤枉的 走 我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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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就是他 不行 好 点上吧 喳 点亮盒灯 老佛爷 您想给谁超度超度啊 咱们是天家 那能只为自己呢 就是放河灯 也应该惦记着为天下众生才对 瞧瞧 好 这才真是老佛爷呢 皇上呢 还在前边忙着呢 我们这位皇上啊 也跟先帝一样 是位秦政的主子 他是个有志向的人 每每跟我说 在他的手上 要把咱们大清制成太平盛世 那是一定的 启禀老佛爷 皇上过来给您请安了 好 来 都等着你呢 老佛爷说了 要点灯为天下的亡灵超度 对啊 那儿子就先点一盏吧 好 皇上放灯 放灯 你的作派跟你阿玛真是大不一样 我想效法圣族成为一代人军 而自眼下 那儿子就想做一件事 哦 当年皇阿玛和八叔九叔不合 圈进了他们 附近废了绝号 还给他们改了名字 把陨寺陨堂改成了 阿奇纳 阿赛斯黑 猪和狗的意思 我想让宗日浦撤掉这两个名字 以本名记入宗谍 恢复他们的绝号 他们已经死了 八叔九叔都由后人在 我已经查过了 他们各有一个儿子 让他们洗个绝 给个辈子钱 也算是任总归宗吧 你阿玛跟老八老九他们 斗了一辈子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儿子知道 当时你还小 我可是记得真真儿的 就像昨天的事 那根本不是什么兄弟 那是仇人 只对自己喜欢的人施恩 不能叫做仁慈 儿子要做盛世明君 就必须要善待所有的人 包括曾经斗的你死我活的 只有这样才能得天下民心 哎 夜凉了 我得回宫了 阿娘 天下是你的 大清的日后也是你的 我心里不愿意你这么做 可是我不糊涂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这死人总不该挡了活人的道 是不是 谢谢阿娘 太后起驾回宫 我冤枉的 我冤枉的 什么冤枉 进来的都是我冤枉 我真的是冤枉的 进去待着去 我说了好多遍了 我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老太太 万民出事了 什么事都等会儿 没看我念经吗 是少爷 怎么了 说是让人给锁去了 让谁啊 城里的寻方衙门 听刘宝说 少爷一个人到十叉海去逛灯会 碰上引起杀人命案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给裹进去了 谁让他出去的 他自己呗 这小兔崽子说着说着就闹事 拿上老爷官房 让寻方衙门把人力马给放了 您忘了 老爷说过任何人不许煽动官房 那 那就告诉他们 他是顺天府李渭的儿子 哎呀 老爷也说过 任何人不许用他的名义去办事 这是老规矩了 哎 那怎么着 真让我孙子在大牢里这么锁着 哎呦 您着什么急呀 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派人把老爷给找回来呀 拿下这干嘛 快去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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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san 算 我里边正算的呢 大算 太快了 来 怎么样 诸位 都已经合算好了吗 姐夫 前面的账已经算好了 啊 啊 看来 霓雷 不错 和这边核算的钱术 居然一两不差 天子脚下不敢互卫 不错 不错 你多吃的这一百四十两 是干什么用的 回大人 去年衙门山墙倒了 用了点河宫上的被料 修山墙 今天补上 补上 补上 山墙 到了多长 有 有丈把长 一方合宫用的碎石料是三百文 一百四十两那得是多少 修那么一段山墙要一百四十两 你那是城墙 去 去 去 墙 这墙 宽 宽 呸 大人 大人 你小子编 瞎话都不会编 啊 想糊弄我 你还嫩了点 说 干什么用了 大人 我衙门 衙门 去年拉了点亏恐 学习相补上啊 那你说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 卑职自轻伐疯 伐疯 你是汉林出身吧 卑职是 你一个清水汉林 你有多少底子啊 罚了疯你吃什么呀 啊 转过神 变本加厉 又上别的地方刮去 卑职不敢 卑职不敢呢 要都不敢的话 天下就没有贪官了 你这鬼你一肚子学问 什么紫月诗云 都干什么用去了 为了一百四十两银子 在这里丢人现眼 值得吗 被知错了 被知错了 你也不用发疯了 带上你衙门的人 跟河宫一块 给我挖一个月的河泥 少一天也不行 也让你知道知道 老百姓那点养命钱 是怎么挣的 谢夫人大人 大人请过目 你倒比我这儿核算的 还少了一百四十两 怎么回事 回府尹大人 雍正十二年那次合工 我这儿有些料没用完 一直存着 这回就用上了 你是来源先令 我是同志 是个副的 你们老爷呢 老爷身体不好 在家养病 那你就给我梳理来源先 今年吏部考纪之后 我让他们给你食寿 学生自立尚浅 得了 我比你更知道深浅 就这么着 谢夫人大人 这位爷怎么称呼啊 在下得梦 九城寻坊 好 快 快 快快快 这是你算的 是啊 算得不错啊 谢夫人大人夸奖 我夸你两个后脚跟 你不就管那么极力护城河吗 就算重新挖一遍 满打满算也就七千两的用下 你弄出了一万二千两 不是 我 你干什么 往河里丢金子 不是 回大人 在下到人不久 都是我那儿的 狮也算的 狮也算的 敢请你们寻坊衙门是狮也当家 不是 不是 你咋呀个配的 你刚到人你就敢这么狮子大开口 以后还不得刮下三尺地皮 大人 我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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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 不是 大人 大人 什么事 少爷 少爷让寻坊衙门的人锁去了 什么 各位 今天就到这儿 李大人希望各位回去严谨办差 我们顺天府 可是拱卫京机之所在 切不刻有半点闪失 好 散吧 散 散了 德大人 请 请 请留步 我们后面说话 请 大人 大人 大人息怒 属下错了 都是我那帮 都是我那帮吃力爬位的师爷 欺负属下刚刚到任 不明究理 给属下算了笔黑诈 我 行行行行 这件事啊 先这样 府尹大人也知道你刚刚到任 是是 场面未免不清 你呀 回去好好调教调教你的属下 是是 您毕竟是一副正堂 是 不能听别人摆布 是 这李大人留下你呀 是有别的事情 昨天晚上 你的地面上出了起命案 是那个 在哪 是上海荷叶 有好几条人命 这大庭广众的惊扰甚大 你赶快回去 查清楚这件事情 尽早结案 是大人 我一定立刻回去 调集最好的人 尽快复命 好了 好 告辞大人 告辞 小满 得大人留步 得大人 昨天晚上在命案现场 您手下的差役抓了一个人 现在呀 就押在贵妇衙门 好 我回去以后马上提审 一个不耽误 四人应该不是嫌犯 有早没早 我先打他三竿子再说 他是福尹大人的儿子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说啊 不错啊 真够体面的 是不是永定和菊乐堤 你跳下去堵那口子去了 我签订你万主夫教 你不要出去跟我找事 我签订我刚出去 你后脚就让人家给弄大牢去了 我在那边鬼神臭喝泥 转过头来 你 我为了你 还得跟那个不会算账的巡方官 说软话 装孙子 来呀 给我绑起来 快呀 爹 给我打 老爷 打呀 少爷 你可别怪我 你打不打 我有话说 爹 你 当今皇上 特讲仁慈 宽怀戴下 连今天的秋决都停了呀 你是为朝廷大员 你要是把儿子给打死 其他人知道了 您不是有回胜意吗 哦 学会用大帽子压人了 就冲这个 我再多打你石板 打 别打 别打 不叫儿猪 知其道义 你说什么什么猪 少爷说的是不叫儿猪 是猪都会叫 不会叫那是死猪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 我听不明白 老爷 不叫儿猪的意思就是 您没说明白 最好别打他 哦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明白 你爹这官啊 挡得不容易呀 要不是冲着雍正爷 我早就拍屁股走人了 现在从皇上那算起 不知有多少人恨不得有个坑让我掉下去 所以我更不能让你以这号的给我添乱了 你爹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什么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啊 我爹 你想不畏权势 我行我素 立位这个名字 所有贪官物理听到就文奉丧胆 书记 你知什么东西啊 好了好了 不用你夸我 你夸我 我照样打你 来 你给我慢着 你降了三斤就拿我孙子练手啊 娘 你来干什么 我也添乱是不是 他娘走得早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 打死了他 你就绝号了 你看看他这副德行 我一转眼的功夫 他已经在大牢里转了一圈了 不打能行吗 你不说你生平 你不懂平坏 一个比个笨 你打你儿子 我就当我儿子 奶奶 你可千万别怪我爹 我爹也不容易 我死之后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每逢春秋季日 求爹带我到我娘分前多多计扫 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缺席 而影响到王母的孤寂 行了 你们就慢慢折腾吧 我的妈 我的妈